30多万预算不考虑新势力 但是一场兼顾智能家用还有豪华的 强烈关注一强卫排全新阑山 长城作为咱们自主品牌老大哥 自家的第一款NWA智能6座旗舰SUV 卫排全新阑山 它并不算大家说的改款 而是一台全新的车 这台车上可以看到长城最大的诚意 并且给消费者的权益拉满 这个最后说 首先智能驾驶 重庆和宝定两场直播 就说明了这个外号 全国崎岖道路终结者 它不是白叫的 会排全新阑山的全场景自家 它不依赖高精进 只要有路就能打开NWA 因为在硬件上 它做到了和高端新视力品牌一样的 ORINX高速暗力预控平台 并且包含了27个高感知层感性 同时感知是4个方向 并且都是长距离的 远超我们平时开车肉眼看到的距离 而且长城的自家大模型叫C 翻译过来就是看见 但它的自家不是纯视觉方案 而是激光雷达加视觉摄像头 这套方案的优势 就是在于它能更快地处理路况信息 并且有一定的学习能力 一条路它永远不会按照一个样子走 它会走得越来越好 如果对自家这方面感兴趣的兄弟 一定要去电力体验 那其次车里的配置 这次长城也是动真格了 卫排全新阑山的CPU GPU 包括NPU 算力都比上一代有数倍的提升 安徒兔车机跑分也远超其他 包括车机的运算效率提升也是相当大 那其他的舒适性硬件配置上 比如说汽车的真相定律 冰箱彩电大沙发 卫排的全新阑山有23个阳神器 搭配了15.6英寸的2.5K 超高清中控双联屏 后排是17.3英寸 3K超高清娱乐大屏 并且搭载了Coffee AirTouch 现在不光是后排可以控制娱乐屏 你坐在副驾驶 如果躺倒的话 也可以控制副驾驶的娱乐屏 那在座椅舒适性方面 卫排全新阑山 女神副驾驶 全系标配零重力座椅 那座椅除了最基本的 NAPA真皮这种材质 副驾驶的女王座椅 也是根据NASA宇航员的水资 设计出来的最舒适的110度夹角 包括第二排有直洋连 就连第三排都有座椅加热 那当然除了一些主流新势力的软硬件配置 长城的安全这个方面 应该不用多说 一直都是行业老大哥 81%的高强路缸 不管是各大机构的安全性测试 还是网上的一些真实暗路 都没输过 卫排全新阑山上搭载的 是更适合家庭用车场景的 Hi-Force性能版 四档Hi-Force综合续航里程的超过1300公里 52.3度的大电池 WLTC纯电续航里程220公里 市区日常通行一周充一次电阻别 那最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价格问题了 这家Max版本预售308,800 这家Ultra版是335,800 8月3号起下定 送价值34,000元的限时权业 26,000的城市高速NV终身免费 就还是那句话 大哥一出手他就这有没有 所以感兴趣的兄弟们 关注一波